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去收看我的区位验证码的系列课程 这节课我们接着上节课,然后我们来继续实现我们的这个区位验证码的工程 然后这节课首先呢,我们先对上一节课的代码做一个小的修改 我们在我们的UI ImageWheel之间加上一些间隔 然后呢,我们这个间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一共有四个音频主要,加上它们的两边以及它们的中间应该需要五个间隔 所以我们的总宽度呢,需要先减去一个五乘以五这样的一个间隔 然后这样我们算出来的宽度就是我们已经减去这些间隔的宽度了 然后呢,下面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进行一些修改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的宽度需要做一些小的修改 宽度加上五 OK,这样是我们的X轴的值 做了一个小修改 外值不用变,宽度不用变 然后呢,下面我们这一个也需要做一下小的修改 OK,这样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ImageWheel中间就会有一些间隔了 OK,大家看到了吧 这样我们的这个间隔就有了 哦,但是现在有个小问题 大家可以发现这一面是没有间隔的 说明我们这个程序的逻辑上是有一些问题的 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只需要给我们的X轴这块加一个初始的值就行了 然后这个初始值就是5 然后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的,大家一会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这样我们的这个上边 大家可以看到左边 然后中间就都有那个间隔了 然后为了再好看一些 我们可以给外值 然后也加上一个 呃,间隔 好了 然后这就是我们最先做的一个小处理 嗯,这个时候呢 细心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了 我们的这个需求是需要我们去点击这个image wheel的 然后点击完以后会给我们一个反馈 但我们现在用的是image wheel 这个image wheel并不能去响应用户的点击 那怎么办呢 这其实是我之前留的一个小伏笔吧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负循环来生成我们的这个图片 而没有用那个interface builder呢 原因就在这儿 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直接就可以通过代码把这个地方改成UI button 这样会非常非常的方便的进行一些修改 如果我们是用interface builder来进行的话 那工作量可就大了 你需要把当前所有的8个image wheel全部都删除 然后还有它的一些约束 然后我们再重新添加8个UI button 然后这样就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下小的修改 把这个UI image全部替换成button 这个地方大家我们可以用搜索替换也可以 然后直接这样替换也可以 反正因为量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直接这样来做替换了 ok这样我们就非常方便的已经把我们的8个image wheel换成了8个UI button 这样就可以响应我们的操作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的image click的方法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button click 然后我们再通过上一节课 我们给大家讲的那个方法 也就是add target的这个方法 把我们当前的这个响应来添加到我们的image button上面 我们的叫做button clicked ok 然后下面这个是UI control event touch up inside ok没有问题 这样我们就给我们的这个按钮添加了响应 包括下面的这一排也加上 然后我们现在运行一下模拟器来看一下最终效果 如果确认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在我们的响应的函数里面来进行我们逻辑上的操作 ok我们点击一下试试 好的没有问题 这样我们已经可以确保我们的这8个button是可以响应我们的点击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步非常重要的操作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点击我们的button以后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点击的是哪个button 它执行的都是这个button clicked的这个方法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button clicked的函数接受一个参数 然后用来识别我们点击的究竟是哪个button 这个我们直接这样 ok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小的修改 在我们的selector里面 我们做一个小的修改 ok这样我们UI点击的这个button的这个参数 就会以这个button的这个行参模式传到我们的这个函数里面去 这个是应该说是我们target这个方法的一个特性吧 然后就是selector这个东西的一个特性 然后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深度了解一下 这块具体的原理方面的东西就不跟大家深入的介绍了 我们再做一步操作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image有一个属性叫做tag 这是uiwill的一个属性 然后呢我们这个属性是可以给它付一个nsinteger的一个值 然后有了这个值以后 我们就可以给每一个uiwill进行一个编号 然后有了这个编号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识别我们点击的究竟是哪一个button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 但是我们需要给它在这个地方加一个base 就是加4 因为上面是从0到3 下面是从4到7 这样就ok了 下一步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做一个操作 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print函数里面把我们这个button的tag一起打印出来 然后方便大家看一下我们点击的按钮是不是正确 在swift中的print函数中我们可以使用反斜杠加括号 然后在括号中我们可以写一些变量的名称 然后它会自动的将这些变量的值和我们之前的这个字符传拼在一起 ok我们现在再运行一下模拟器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这时候再点击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打印出来了click的加后面我们的这个button的tag 这样就可以非常方便的便于我们去识别我们点击的究竟是哪个按钮 ok有了这一步以后呢 下一步的操作就会相对简单一些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这个tag的值 然后来判断我们点击的这张图片究竟是不是我们所要选中的图片 接下来呢 我们把图片显示在我们的这个UIbutton上 然后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8张图片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先新建8个image site 我们点住option键 然后直接拖拽可以复制出这个image site 到时候我们只需要把我们改一下名 正把它和我们那个爱的值改的是一样的 这样我们可以方便我们进行复制 这个就是一个纯体力活 OK再来一个 OK01234567 好了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7张图片 然后来拽拽过来 我们从0开始 01234567 OK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好了我们的图片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去 在这个地方设置我们的图片到我们的image button上面 这一步呢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调用 image wheel的 set background image 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然后呢 image我们是一个UI image 然后它有一个 它在init的方法中呢 有一个方法是使用图片的名字来命名这个 然后我们的image的名字就很简单了 这样 然后里边我们还是用刚才的slash加括号 然后i这样就是我们图片的名字 然后ui control states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枚举值 是我们可以用来表示我们 ui button的不同状态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给normal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我们就把图片付给了image wheel 然后这个地方也一样 我们通过复制来进行 然后i我们需要加一个4的一个base OK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已经被显示到我们的这个button上面了 然后也可以进行点击 但是现在这个图片有一些压缩 然后这个问题呢 我记得我在之前的课程中给大家说过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属性来解决 叫做content mode 这个 然后呢 通过这个content mode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定义 然后这个ui wheel content mode 然后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然后用了这个以后 我们的图片就不会再有拉伸的效果了 OK 然后我们把它再复制一下 复制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来看一下图片是不是已经正常显示了 并没有 我们再去看一下为什么 对原因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设置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设置是image button的这个content mode 但事实上用来显示这个 但事实上用来显示这个 background image的这个image wheel并不是我们的这个image button 而是image button所包含的一个image wheel 然后呢这个image wheel苹果又没有暴露给我们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对这个来进行一下修改了 那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就不去管它了 图片拉伸就拉伸吧 然后下一步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再做最后一步操作就可以了 呃今天的这节课呢我们会在这儿先稍微的给大家随便的这样写一下 比如说吧我们当我们点击我现在去看眼模拟器上面这个第二个是长程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呃 if 然后button的tag 它是第二张图片也就是tag等于1的时候 然后我们print出来 这块我们加上您 我们选择的图片是中国名胜 然后呢 另一种情况下 我们再把这一句写在这儿 然后在这修改一下 ok这样我们这一个就逻辑上就大体完成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比如说现在我们哦这个第一个是故宫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地方还需要再加一个或者 这样就ok了 当我们点击第一张或者第二张的时候我们显示我们是中国名胜 然后其他的都不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是不是这样的 当我们点击金字塔的时候您选择的不是 哦这个文字打错了我们修改一下 你选择的图片不是中国名胜 ok 比如说我们先点击这个巨石阵吧 您选择的图片不是中国名胜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长城 您选择的图片是中国名胜 再点一下故宫 您选择的是中国名胜 ok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流程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 ok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呢我会给大家继续优化我们这个项目 然后让我们再点击这个图片的同时 这个提示是直接在我们的页面上显示的 而不是打印在我们的那个控制台控制台中 呃OK我是Winsky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